全部馬匹準備拓檔第六場 31650米準備 杯賽的場合 一起步時前面快點的馬 見到埋面位置一團威 中間就是這隻粉紅衣的神采 藍頭罩那隻就是勁彩 在中檔位置還見到勁贏了 外面就是軍區 最出還見到軍事 後面的馬匹 藍衣中檔有強中堅 中間括達瀟灑內蘭一團威 後面的馬匹 有這隻超彩在尾四 尾三的位置 傳奇快車尾二是瀟灑勁龍 暫時電口就是龍城動力 過了千二位团柱 前面帶頭的馬 見到中檔有這隻勁贏了 內蘭位置就是這隻勁彩 再見到後面 內蘭有一團威 中間神采 外面位置有軍區 再後面的三隻馬 內蘭黑衣是超彩 中間括達瀟灑 外面強中堅 後面的三隻馬 傳奇快車龍城動力 遙遙包尾就是一隻瀟灑勁龍 跑到對面直路的中尾段 前面競贏了中檔佔 內蘭競彩 後面第三位的馬匹 有外面位置就是軍事 內蘭一團威 中間粉紅衣是神采 最後多少個馬匹 內蘭位置有超彩 中間括達瀟灑 外面的軍區不停退 再見到內蘭位置有傳奇快車 中間就是強中堅 後面的馬匹 先有龍城動力 瀟灑勁龍 好了 進入最後直路 前面競彩已經透出 看到中檔上來的馬 有一團威 再見到外面 有這隻神采 大外擋 滑達瀟灑 塞內蘭還有超彩 鬥到最後200米 前面透出外擋 有這隻滑達瀟灑 但內蘭超彩上來 中間還有一團威 外面傳奇快車 接近終點 超彩在鬥這隻滑達瀟灑 超彩也很有機會贏 第二名滑達瀟灑 第三名 有傳奇快車 一團威也相當接近 結果這隻超彩 最後直路一直力壓著 這隻滑達瀟灑的終點 傳奇快車第三 一團威第四 都不能彈 12档可以當一档來跑 這場跑步 你賺得這麼厲害 入直路也是緊緊頂著 滑達瀟灑 人家在大外擋 他貼著藍鑽上來 第三是傳奇快車 第四是一團威 2號、10號、7號和1號 這場反而競彩就走光了 先看了楊智欣賞 這場如何贏 12档一起步已經看了 一起步已經看了 鎖一下 先鎖一下 龍城動力不快 瀟灑勁龍 騎也不動 好,找 還有,看一看 這麼順利 還有一個位置 可能他也覺得 為何這麼順利 那隻如果走上去 他就要等多一陣 才能進去 等多一陣 就變成你未必在那個位置 你可能是跟著那隻瀟灑 可能是 瀟灑勁龍 甚至乎可能不能進去 就要跟著傳奇快車後面 現在已經 嘩 上到蠶色上來 第七位的內欄 換言之 就是這樣說 阿柏寶也聰明了 12档那隻 今天盡量拿欄 有欄是好一點的 可能還是要省 因為已經不是太多 厲害贏了 真的是放頭 我看到那隻馬 也不太順利 這樣走回 也無所謂 其實也要試 這樣試 那種事 神采也沒有什麼藉口 又是 爆得漂亮一盒 因為放頭 這隻神采很難放得到 希望軍區 不要有事 雖然大幅加成 也沒理由還沒轉彎已經斷 他前一局 沒有加眼罩 其實跑得很差 加眼罩突然又變得好 這次轉彎已經沒有了 現在好像已經放棄了 可能真的騎下去 不知道有什麼事 希望不要有內在的問題 好,看到這裡拍寶 小鼓進去 外面已經過立機 但你看拍寶 這裡修正 最後那幾邊,很厲害 那幾下過頭 不停地打下去 分段時間 27秒86 23秒3 24秒91 24秒63 總時間1分40秒700 比標準時間慢了兩線三